市府團隊出超級任務 讓大家看看市長林佳龍 上任一年來有什麼樣的改變 林佳龍說自己就像是城市裁縫師 從BRT改為優化公車 歌劇院的缺失修改 台灣塔重新定位比喻改革的難度 有如穿著西裝改西裝 比蓋一個新的東西建設還困難 而民眾最有感的 還是最切身的社會福利 拖魚一條龍 銀扒竹 假牙補助 還有包括免費公車10公里 那這些都是市民大概立竿 可以建議感受得到的 另外治安問題改善 陸平專案第一年125公里順利達標 儘管終結發生公安意外 停工三個月接受檢查 如今工程進度 依然達到61.4% 達成今年底預定進度 現在已經站穩腳步 再來就是要加速前進 那麼再多給我們一點時間 我們會把這一些 我們對城市規劃的藍圖 一一來落實 林家榮自嘲自己是視察多 簡訊多 會議多的三多市長 希望市民再多給市府反對時間 建設台中成為真正的宜居城市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